您今天关心肝脏了吗 肝机会举办腹部超一波筛检 今年共有4663人接受检查 结果出炉发现 高达2505人有脂肝肝 占全体筛检人数的53.7% 其中一个是喝酒 但占的比例比较少 大部分还是非酒精性 非酒精性是跟肥胖关系很大 所以我们其实国人 尤其年轻的一代 这个营养越来越好 那活动日常生活起居 可能未必是很健康 为了让国民重视肝病防治 肝机会与本岛 金门 马祖 共24家医院合作 希望让民众更关心肝脏健康 每年还是有7000多年死于肝癌 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 没有定期做超一波检查 除了抽血之外 一定一定要做 顾部超一波检查 所以这是我们希望 我们台湾每个人 都要了解的概念 医师提醒肝脏没有神经 是沉默的器官 相关疾病难以发现 呼吁40岁以上民众 每年做腹部超一波检查 避免让人生变成黑白 大爱新闻周末如李明华 台北报道